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0月21日 今天呢,我们把乌克兰主要三条战线上的战况再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今天的变化不是特别大,我就没有专门在做地图了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电子地图上看一下大致的情况 我就没有画这个控制线了 俄罗斯呢,先从赫尔松地区说起 俄罗斯在赫尔松最东边的据点呢,还是这个杜德恰尼 俄罗斯呢,他炮击了这个新沃斯克,列辛西克方向 今天啊,没有乌克兰行动这个内容,都是俄军炮击的方向 我们根据俄军炮击的方向呢,大致可以估计一下双方的战线在哪 因为现在乌军的行动呢,他不再往外放消息了 我们可以注意啊,这个新沃斯克,列辛西克这个方向呢 他实际上还在这个杜德恰尼以北 也就是在我们原来认为是乌克兰控制的区域啊 这是这条控制线下来 在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说这个斯尼夫瑞夫卡方向 斯尼夫瑞夫卡这个方向呢 呃 俄军主要炮击了向伯布罗维库特方向啊 他这个具体是这个村子,这个卡利尼西克这个 他因为这挨得太近了,这两个村子啊 就大致这个范围 斯尼夫瑞夫卡,大家可以看一眼 这个 他大概的位置,斯尼夫瑞夫卡 现在是在这个赫尔松地区呢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 控制点了啊 就因为他最靠北边 对这个斯尼夫瑞夫卡这个北边这个阵地呢 进行了这个炮击,俄军进行炮击 这里头他没有具体的位置 就基本上在这个公路交界点 这个地方吧 昨天这个边上的两个村庄呢 今天没有再进行攻击 还攻击,还炮击了什么位置呢 大概大家可以看一眼 就是这有一条公路啊 这M14公路 大概的位置在这个 到了借州这块啊 大概这个区域 就是布拉格达特尼的南边这一块啊 这一块路段 另外呢 这个还炮击了什么地方呢 炮击了,我们大家注意看 这个虚线是这个 两个州的交接力 尼古拉耶夫和这个 赫尔松的交界 他大概炮击了这个普拉夫纪涅啊 这附近 这是在赫尔松地区啊 乌军炮击了主要是安东诺夫斯基桥和这个辛卡霍普卡 炮击这两个这个俄军的后勤点 总结一下呢 就是在赫尔松地区呢 并没有发生太大的 太明显的战斗吧 到目前为止 而且 俄军的防线呢 似乎还是保持在原来的状态 所以现在 从这个 俄军这方面来说呢 变化并不是特别大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 顿巴斯这个方向的战线的情况啊 顿尼茨克市还是在马林卡 几基马林卡以下这个地区呢 俄军自进行了炮击 匹斯基方向进行了炮击 在这个 格尔洛夫卡方向的还是他的正北方向啊 进行炮击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条公路啊 这条公路在这个巴赫木特的正下方 这个 大概这个拐弯的地方啊 这个俄军进行炮击 这个 在这个顿 顿尼茨克市啊 周围啊 没有在发生有这个正面冲突的这个暴降 都是 俄军炮击 的相关消息 对于巴赫木特呢 这个俄军啊 还是在这个 库尔九米夫卡这个方向啊 进行了这个进攻啊 另外呢 就是说他的郊区有些战斗 他东部的郊区有些战斗 在索雷达尔方向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索雷达尔 这是一个比较狭长的市区啊 大概在这个 就是说 他东南角的这个市区啊 有有这个炮击 在这个 我们在网上看呢 就是说在这个 西伯尔尔斯克方向呢 西伯尔斯克方向的正东方 就是 对他基本的 他的这个东南角吧 东南角方向啊 有这个炮击 这条控制线上的 有两三处炮击 这是在这个 顿巴斯这个方向的这种战况 我们现在下面再说一下 在这个 卢干斯克北部的战况啊 卢干斯克北部战况 主要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们现在 这样吧 从南往北说吧 先说克里米 克里米纳亚方向啊 克里米纳亚方向的 这个俄军啊 炮击了基罗夫西克啊 这个小镇子 是从利曼到这个 克里米纳亚方向 我们现在可以注意观察一下 俄军炮击的这个地点啊 他实际上还是离 乌军的控制线比较近 所以在这个方向呢 似乎这个乌军 往上压的并不厉害 克里米纳亚呢 上面这个 杨普雷伊维卡 还有这个 特尼 这两个村子啊 都被俄军警察炮击 这是在这个 这个克里米纳亚方向 这个战斗情况 下面呢 他这个战线呢 就延展到这个 斯瓦托附近 斯瓦托附近 实际上 这是斯瓦托啊 斯瓦托附近呢 实际上它是 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位置啊 他实际上还是这个战斗在这个这个虚线是哈尔科夫州和这个卢干斯克州的交界 俄军炮击的地点呢实际上在斯瓦利马西夫卡 我们注意一下 他都是在这个P07P07这条公路的西侧 基本上还是在原来双方空线的中间啊 科基潘 还有这个 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啊 斯瓦托 斯瓦托方向啊 在这这几个村子啊 这个俄军进行的炮击 所以你现在依据俄军这个炮击的位置呢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在卢干斯克北部的战线啊 变动也不是特别大 大家似乎啊现在双方又重新进入到这个僵持阶段啊 拉鱼战的情况 呃 乌军计划是最近有突破 但是在这个从俄军炮击地点来看了 似乎现在还看不出来 啊 我们不妨再等一些比较确切的消息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啊 关注我的频道